18次会议 上午的议程是市政总咨询 今天咨询的顺序是 古木哈九议员 林美燕议员和谢荣介议员 每个人咨询的时间50分钟 首先我们请古木哈九议员执行 时间50分钟 古木议员请 好谢谢主席 今天是我的市政总咨询 那我这一张照片的背景呢 是在今年的4月28号 4月28号在我们的 台南火车站前面 正成功同向 我们召开了 促进原住民转型正义 的一个记者会 那稍后会讲 我们先下一张 好这一张 首先我先请我们的教育局长 看得到文字吗 看不太清楚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这一篇文章呢 是我们在国小的课本里面 康轩版本里面讲到的台湾梦 阿荣的台湾梦 那这一篇文章呢 竟然在我们的国小的课本当中 交给我们的学生 那阿荣的台湾梦 到底是什么样的台湾梦 我们请我们的局长 看得到文字吗 距今两百多年前的中国大陆福建 张州 局长眼睛可以吗 视力 视力应该还可以 但是因为那个 就是 可能拍摄的关系 他原则上好像在讲说 没关系我念给你听 我念给你听 有一个叫阿荣的人呢 他与亲人从事耕种 但是农田的收成 无法养活全家人 所以阿荣家里过着 有一餐 没一餐的日子 阿荣 常听村里的人 讨论大海对岸的台湾 土地肥沃 气候宜人 于是呢 他与村里十几个伙伴 决定到台湾发展 当时官府对于 渡海来台的人们 有种种限制 阿荣只好与伙伴们 雇用渔船 冒险 用偷渡的方式渡海 然后呢 渔船在海上遇到台风 船只沉没 只有阿荣和两位伙伴 漂流到岸边 上岸后 他们投靠 同样来自 张州的乡亲 附近则是住着 一群来自 泉州的移民 由于对土地界限的 看法不同 张州人与泉州人 爆发严重冲突 阿荣因此被迫逃离 阿荣与部分同乡 转往台湾 中部内陆的地区开墾 但当地是 原住民活动的地区 原住民认为阿荣等人 侵入界限 于是双方展开一连串的战斗 后来由于大批 汉人移民的陆续加入 最终使得原住民退出了 这个地区 后来阿荣以合伙方式 募集资金 并向官府申请许可证兆 积极开发这个地区 因为当地水源不足 于是阿荣与合伙人 新建了水利设施 使阿荣获得不少肥沃的田地 收成了稻米 还能出口来获取利润 最后阿荣终于一元 当年的台湾梦 有听懂了 那局长请问 这一篇文章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议员所指的应该是说 本来台湾有一些地区 是由原住民的这个同胞 居住在这边的 但是因为就是 这个中国漳州全州 他们有一些人 尤其是漳州人他们来到 你不用重复那些 我刚刚已经讲过的内容 你知道告诉我 你觉得这一篇文章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哪里不妥的 这一篇文章适合拿来 在课堂上教授吗 对 这边的意思是说 这个原住民原来居住的地方被迫 这个必须要迁徙 然后把所谓的肥沃的良田的 这个部分 这一篇文章它反映的是什么 它反映的是说 原住民受到了 后来移居台湾人的 这个应该说是 比较强力的压迫之后 他需要做转移 居长请坐 没关系 显然你没有看出这篇文章 最重要的问题所在 那我们请最有文化气质的 我们的文化局长 这篇文章 它所凸显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当然从这篇文章来看 它是一个故事 那某一部分的确是事实 那汉人来的确将当地的原住民 把它赶走 那有侵占他们的土地 我想在历史上 其实资料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好 局长请坐 你们两个都没有讲到重点 这篇文章 它说这是阿荣的台湾梦 是很多汉人移民来到台湾的台湾梦 请问它是原住民的台湾梦吗 所以这一件事情 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什么 汉人沙文主义 汉人的文化霸权 到现在国小的教科书 竟然还有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想要问 民主的台湾啊 民主号称民主进步的台湾 到现在 有没有真正呈现多元文化 如果有 怎么会在教科书上出现 这样子一个汉人沙文主义的文章 这个是汉人的台湾梦 可是却是原住民的什么梦 并不是我们原住民的梦 所以这篇文章凸显出的是 在文化霸权 集体的文化霸权之下 其实现在的台湾还是透过了教科书 透过了政策 透过了各种法令 透过了各种行政的规范 在在的都还是一直有歧视 霸凌原住民的现象 这样的情况你们认同吗 还是否认 主委 我刚刚讲那一段话 有没有错误 没有 没有好请坐谢谢 好接下来 下一张 好最近 在今天 在这个月的5月24号 无意间我看到了 脸书po了一份公文 po的公文的发函的单位是 世界政市中卿总会 他发文到台南市议会 台南市警察局 然后呢 还有台南市政府 所以我相信这一份公文 市政府市议会都收到了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一份公文 发到你们更单位之后 你们的看法是如何 他的主旨是说 本会海内外政市中卿 强烈表达反对 阻止少数异议人士 欲拆除台南市火车站前 圆环正成功同向 敬请贵府全力制止 并主持社会正义公道 请查照 请问一下 是谁负责这一份公文 市政府 你委会有没有收到 你应该会收到吧 那请问这一份公文 是谁要回复他们 这份公文到我们这边以后 我们以正成功 你有没有收到吗 我有收到 你有看到吗 对不对 好OK我等一下再问你 然后他说明说 最近有极少数原住民同胞 散播民族伟人 郑成功 郑成功组 那个组织祖先 对原住民同胞 有不尊重迫害等行为的理由 主张拆除 坐落于台南市火车站 五元环前的郑成功同向 有为中央政府 及全体国民多年来 对成功组织 崇敬与敬仰 点点点点 除了强烈谴责 该等人士之荒谬思想 及破坏行为之外 好点点点 他举出 他举出了一些史料 其中呢 有一个部分是 传奇信一生 郑成功一书记载 传奇信一生 陈公主 陈子氏各社 经社学校严师 令子弟就读 点点点 对于土著居民 毅力求安抚 奖励农耕 对土著儿童 施以教育 好点点点 成功组对原住民 照护 无为不至 亦获原住民爱戴 彼此交流融洽 何来迫害之说 我们不奢求原住民 异议人士 对成功组 有感恩之心 但起码不能扭曲事实 污蔑成功组 该等人士对成功组 敌视 点点点点点 好 台湾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伟人 目前国人以成功庙 国姓爷 开台圣王 国姓庙等名称 点点点 建庙奉寺成功组 达三百所寺庙 在海内外 海外民间设立 纪念成功组 组织 举办各项成功 文化节等等活动 显见 环宇四海各地人民 对成功组 皆缅怀感念 事实不容质疑 我中央政府每年4月29号 在台南市 严平郡王祠 举行隆重之纪念 正成功开台联合祭典 正式彰显成功组 攻击的证明 好 如果 这一件事情 我想已经多年以来 我们透过记者会 透过各种方式 我们要传达的是 什么叫做历史 不是只有汉人去讲的 去诠释的台湾历史 才是历史 如果要还原历史的话 请看这一段 要还原历史 追求历史正义 追求原住民的历史正义 请看玉永和 驻 辟海 济游 里面讲的 江日升 台湾外界里面讲的 其实都实实在在地记载着 正成功来到台湾 建立汉人政权的时候 屠杀原住民的这一段历史 这个已经是无庸置疑了 从两年前 我主张拆除火车站前面的正成功统像 我不是要制造族群对立 我而是要让你们知道 真正的族群和谐 要建立在尊重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人 如果你们真正有彻底反省 从历史正义的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 从原住民的生存发展 各方面的角度 能够去省思 而不是只有 议员化的社会的时候 台湾才是真正民主进步的社会 当然今天这个公文啊 是某个中清会的一个总会长传的啦 我第一个想要知道 其实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 到现在为止 有人用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 他还没有彻底的反省 这一段历史 第二个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汉人沙文主义的霸权的那个思想 第三个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现在的台湾社会 还是一样 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 有不当的活动 一直在歌颂正成功 我们每一年4月29号 中书祭典 它是国家级祭典 我请问 如果正成功 他可以被当成神 可以被当成国家的英雄伟人 然后你们可以漠视 他被 他是屠杀原住民族人的元凶的时候 这一段历史你们不去谈 你们每一年花了300万 市府预算花了300万去祭拜 你们这样的动作合理吗 你们这样的动作对得起原住民吗 我必须讲 如果正式家族 他们要花自己的钱去祭拜正成功 我没有话可以说 但是如果是花了市政府的钱 是花了国家的钱 然后去塑造这样一个神 我要问 那你们凭什么拆掉 蒋中正 凭什么拆掉 孙中山的铜像 请问到底是谁在制造对立 到底是谁在制造对立 到底是谁转型不正义 我今天不是面对正成功 我今天也不是针对正式加持 而是我要去反应的是 当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最近都在讲转型正义 民进党也提出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通过 要做什么事情 四大任务 其中一个任务是什么 清算不当党产 你问我 该不该做 该做 以前 国库通党库 该要处理 但是同时间我也要说 如果你们不敢直接用 清算国民党党产条例来处理的话 而是用高度 而是用高度 而是用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名称 来合理化 来美化 我也OK 但是同时间 不要排除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所谓的转型正义 是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针对过去 威权 统治 不合理的作为 要做历史调查 并且做相关的 处置 好 那我要问呢 这个促进转型正义 民进党的处理转型条例里面 他是处理了 1945到1991年 威权时代 何谓转型正义 刚刚有讲 就是民主转型的过程 所以可见 民进党执政了之后 政党轮替之后 蔡英文总统 他所提出的政见 对原住民的政见 我们是高度的期待 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摆脱 长期以来过去 国民政府时期 对原住民那种恩己事 或者是对原住民那种 反正 好 我就是给你钱 好 但是我不给你主权 我不让你独立 你就是乖乖的 我就是给你钱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照顾我们 来教育我们 好 我从蔡英文总统 他的原住民政策里面 我们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上一张还没有 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所以我们有高度的期待 跟重视的时候 我们却在民进党 促转条例里面 没有看到原住民的历史 所以我在这边 我必须要讲的 即使我们要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要全面的去检讨 怎么样才是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 应该有谁来诠释 从我刚刚讲到的正式加持 他在网络上po的文 我可以对他一笑置之啊 我甚至不屑 要跟他辩论 因为这种程度的人 我没有必要跟他辩论 但是我提出来 在议会咨询提出来 是要告诉你们 台湾市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你们还有很多作为 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伤害原住民族人 而且是告诉这个国家 这样子做是对的 所以刚刚的教科书 刚刚的教科书的台湾梦 民进党提得出转条例版本 到现在都反映一件事情 台湾到现在 一直没有真正的去重视 没有真正的去尊重 这种原住民族群 如果有 绝对不是现金 绝对不是经费的补助而已 而是你要从政策面 你要从制度面 彻底着手去进行 所以我一再的要求 转型正义 民进党提版本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同时间也要立法保障 现在 在国会里面 有四个版本 原住民的 有原住民的那个版本 纳进来 未来会继续 未来会审理 一个是郑天才的版本 廖国栋也会提 委员 陈颖民进党陈颖委员 他放到那个 民进党促转条例 时代力量 也提了一个 更好的版本 目前这四个版本呢 意图通过 然后接下来要审理 但是 我很忧心啊 因为民进党里面内部 他们定调了 走总统府的真调会 什么叫真调会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 他在选举期间的承诺 要成立总统府的 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 好我问 这个委员会 有没有立法 有没有法源依据 请问市长 您知道这个真调会 有没有法源依据吗 他应该是一个 功能性的组织 感谢国务议员的指教 其实我刚刚听你咨询 我内心也很沉重 因为台湾如果真的要 族群 不同族群 大家团结在一起 其实还需要 很深刻的反省 那你的第一篇文章 我认为 有两个地方 我认为是不宜 一个就是用清带 其实应该用清零 第二个就是你讲的 就是说应该去注意 原住民朋友的感受跟角度 刚好这个魏德胜导演 前不久我们在聊过 他要拍了航海 大航海的历史三部曲 其中一部的角度 就是从原住民的角度 来拍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都是 开头都是荷兰人来了 结尾都是郑成功来了 这段历史里面分别从汉人 荷兰人 还有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趋近事实 另外蔡英文总统他已经宣布 他将在八月份的时候 以总统的身份 向原住民的朋友道歉 那我认为 这个转型正义 应该是要还原原住民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 尤其是从你们的角度出发 你们的观点出发 另外一个话 要保护你们的文化 后续对你们的一些权益的保障 应该要更周圆 这一部分我也会来反映这个国务 他就议员你的意见 对 市长谢谢 因为我相信你在党内应该 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咨询 也让市长你可以清楚知道 其实这个不是说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跟市政也很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不管是在中央政府的作为 还是在我们地方政府的作为 其实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反省 省思啦 然后呢 我们最近也在推 其实台南是早 两年前就开始在推 族群主流化的概念 族群主流化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由上而下 透过行政 透过政策 透过立法 透过各种活动 其实都是能够在在地凸显出 尊重各族群文化 或是各族群的那个 就是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发展 然后从族群历史的观点出发 然后能够去充分凸显出 这样子一个真正是进步 民主文化的一个台湾 或者是台南市 所以为什么我在想说 市长你刚刚说的很好 你说你会这样的意见表达 给那个蔡总统 所以重点在 现在这一波转型正义的浪潮 蔡英文说只有一次 好 这一次如果原住民没有立法保障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第二次了 可是为什么一直要跟我们讲 我们就是真调会 真调会市长您讲它是功能性 它其实没有立法保障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直要求 所以你看下一张我会有照片 我们透过各种方式 我们在抗议 我们在要求 蔡英文总统 你真的要凸显出 你真的是不一样的总统的时候 你不要在嘴巴讲讲了 你就给我们立法 因为民进党 如果你民进党当初没有提出转条例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讲这些啊 你们提了啊 提了之后 就只有处理你们汉人的 就只有处理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恩怨吗 所以我在讲 你真的要讲转型正义的时候 你要说服我民进党 你是可以信赖的 民进党你是值得我去挺的 你就应该在转型正义里面 你就说服我 你就告诉我 我们一开始蔡英文的那个 蔡英文好像有九大政策对原住民的具体作为里面 他其实就是要讲牵涉到什么 他跟马英九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牵涉到土地主权的归还 他既然已经这样子讲了 那你就在立法 现在民进党的促转条例里面的时候 同样去保障原住民 为什么这么困难 一再的用真调会来胡隆我 好 我说我们不要真调会 其实没有冲突 总统府的真调会 还有行政院的促转条例 他是可以并进的 是最好的 结果你只有讲真调会 然后我去批判 去批判了之后 他就给我改名叫做转型正义委员会 换汤不换药 你是要骗原住民 又要欺骗原住民了吗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讲的是说 从这一阵子的转型正义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新政府 不愿面对原住民主权归还的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的推托 各位在座 各位在座的 你们就是新执政的政府团队 其中一员啊 如果说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话 我请问台南市政府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台南市政府 如果要表达你们真正的诚意 要表达真正 要那个处理真正的转型正义 你就先从 从那个拆除 威权符号 这个啊 转型正义四大任务的其中一点啊 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 不宜遗旨啊 我们就用民进党这一条嘛 我们就全面全台湾处理清除威权象征的东西嘛 然后贫富司法不法嘛 还原历史真相嘛 我刚刚所讲的政策和历史不是真相吗 所以我要问的是 我要讲的是 我支持民进党的促转条例 但是我更要捍卫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啦 所以没有给我们原住民立法保障的转型正义 民进党全部都是骗人的 好下一张 这是蔡总统 他讲到原住民的政策的时候 他说第一个 具体作为总统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积极实现转型正义 8月1号要道歉 OK 8月1号道歉 我们各界的原住民民间社团 我们一定会集结起来 向民进党新执政的政府 向蔡英文的新团队执政的政府 表达我们强烈的抗议 你8月1号道歉的内容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之后的具体作为是什么 还有台南市政府 你们未来顺着转型正义 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两年前其实在市府 就已经在推动族群主流化 但是我看到的是在市政府里面 有办相关的演讲 对我们市政府的同仁 同仁就这样 但是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相关的 相关的 立法 相关的政策的推动 经费的补助 经费的编列 这些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但是我很遗憾的 这几年进步很有限 然后今年105年 更惨 民主市委员会 你竟然没有原住民的活动补助费用 你看今年到现在已经几月了 6月了 有几个原住民社团在办活动 没有在办活动 甚至是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布农族 今年在台东海端 我们台南的布农族族人 想要祖坛去参访 你也知道我们部落大学 布农族的课程 是非常认真在上课 不管族语 还是他的巴西夫夫 八部和音 都很认真在上课 你很清楚 我很清楚 他们要带团去参访 然后希望能够学习 全国传统布农族 结果没有经费 问题出在哪里 你讲过了 可是那不是理由 因为那就是你的问题 没有处理好 我看到的是今年 原住民的活动停摆 好 接下来 中间的大家自己看 第九个 尊重平谱族群自我认同权 规还民族身份 及完整民族权利 好 这个是蔡英文总统很重视的 就是平谱族群的证明的问题 他其中讲到 尊重 尊重平谱族群自我认同权 肯认平谱族群之历史地位 积极制定归还平谱族群 原住民族身份 及完整民族权利之政策与法律 并加速脚步抢救平谱族群 语言及文化 配合原住民族人口成长比例 同步增加政府原住民族相关预算 以调和族迹关系 并促进各族群间的共生共荣 市长等一下你再一拼回答 因为我现在是进入到平谱族群证明的议题 好 最近在520前一天519 西拉雅身份认定败诉 高等行政法院败诉 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关心平谱族群证明的 朋友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 我在这里要提的是 今天败诉了 我们走这个行政诉讼败诉了 那未来下一步该怎么走 再继续打最高行政法院 是不是 接下来该怎么走 等一下我会问 接下来该怎么走 第二个 平谱证明的问题 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了 这个已经是长久以来 在以前县市合并之前 台南县政府时期就已经 一直一直推动到现在 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证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市长您知道吗 真正的主因啊 绝对不是他的文化 不够深 绝对不是他的语言消失啊 林谱族群证明他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要怎么处理 政治问题要怎么处理 政治解决吗 是不是 你打诉讼有用吗 当然打诉讼是一种宣誓啊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很努力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也知道败诉的原因是什么 败诉的结论呢 高等行政法院告诉我们 最后还是要归到谁 原民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立法机关嘛 而他是那个 就是原住民身份法的那个机关 我那一张 好 所以呢他这边是在讲 整个行政程序 立法程序的问题 绝对 法院不是去判定 他是不是真正是 从 就是说他具有文化 事实的这个角度来看 不是 他是去看说 立法是怎么样判 立法是怎么定的 他就是从那个法的角度里面 就去判定你是不是原住民 但是现行的原住民族身份法里面的第二条 他就明文规定了 你必须是具有平地原住民身份登记者 你才可以成为原住民 当然这过程当中有很多 历史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因素 阻挡了匹捕族群 当初要登记成为原住民的很多的问题 好那姑且都不用讲 我要讲的是说 法院这样判决之后 我们未来下一步再打高等行政 最高行政法院的时候 市长 你有信心 他会翻盘吗 好如果没有 最后再打大法官视线 大法官视线如果还是依据行政 程序立法的问题 打到大法官视线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请问对平谱正名会不会有伤害 所以要不要继续打 还有现在政党轮替了 以前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以前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有一些选举利益的问题 选举利益的问题 所以一直阻挡了 好现在已经 现在是已经政党轮替了 然后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呢 他也在政策里面明白讲 就是要让平谱族群证明成功 然后呢过去以来 长久以来就讲平谱正名呢 为什么原住民社会呢 会不赞成 原因是因为呢 有心人是不断的造谣 说这些平谱族群啊 一旦登记了之后 哇不晓得是上百位还是 上百万吗 还是几十万 会压缩了现在被官方认定的 原住民族群的利益 资源分配 好刚刚蔡英文总统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的平谱族群证明之后 他成为了原住民 相对的经费预算 他会增加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了嘛 不是问题了对不对 好那我问 如果不是问题的话 而且总统也直接讲了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修法 直接修法 那我们还要去修原住民身份法吗 我说直接认定 就直接认定了 还是说我们还要再靠立法委员提案修法 修原住民身份法 好立法委员提案也可以呀 反正现在已经民进党执政了嘛 只要在国会里面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支持的话 提案修法也是一件 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那原民会 早起从以前就一直被污蔑说 就是原民会在阻挡 平谱族群证明啊 那是原民会的谁在阻挡 是原民会在阻挡吗 还是原民会背后那股势力在阻挡 原民会背后那股势力是谁 他听谁的 如果要修法是谁要修 如果要可以修法的人不修的话 会修得过吗 修不过嘛 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问题 是政治问题嘛 资源分配的问题嘛 那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如果说再往更深一层的去想的话 那就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政权 对原住民的选举制度 根本就不合理呀 根本就不合理呀 所以就是用这个东西 一再框住我们框住我们 限制我们 所以平谱族群证明的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好既然政党轮替了 他就是一个契机 他就是一个希望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直接讲 就是要让他能够立法通 就是能够让他 恢复原住民的身份 既然总统高注重视的话 原民会讲过一句话 总统讲过的话 他就是政策 是吗 市长 他讲过的话就是政策 好 那就请他的话兑现 其实也不一定要修法 就直接 直接认定嘛 对不对 那就没有问题啦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要打行政诉讼 这么累吗 或者是我们两边 两边同时并进都可以 但是后面 可能会面临到大法官事件之后 万一没有认定成功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主张啦 平补族群证明 其实你就是要 我们就是要请蔡英文总统 你就是兑现的承诺 要不然的话 又是对原住民 在转型正义这一个 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这个部分 你又跳票啦 要跳票了吗 好 这是我关心 而且主张的部分 下一张 所以啊 我上面讲的以上种种 反映出现在台湾的社会 对原住民族群 还是存在着很多 不公不义的事情 即便我们在讲说 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往前进 在一直不断地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在努力在进步 但是对于原住民族群 的转型正义 原住民族群的历史正义这个部分 台湾以及中华民国政府 要检讨要努力的空间 还是非常的大 不要再告诉我说 我们已经很照顾原住民了 如果你讲得出这一句话 我跟你说 就代表 你还是脑筋没有改变 你还是站在一个 优势族群 还是站在一个 文化和文化霸权的思想的角度之下 来往下看原住民了 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跟马英九讲的 我把你当人看 我来教育你 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没有差 所以我今天讲这些话 我知道 我个人力量很有限 我只是个地方议员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说 这个转型正义 是不是可以立法 但是我有权主张 原住民就是要立法 我也要告诉各位在座 你们在台南市政府 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握有权力 每一个局处是 怎么样 可以在族群主流化的思潮之下 我们先自行检讨 反省 彻底的去想 怎么样建立一个 在台南市政府 建立一个真正是族群平等 和谐 交流融合 而且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精神 你要从哪里反应 就从你的活动 就从你的政策 就从你的法令制度 你去改变啊 下一张 上一张 没有上一张 所以这边我要求啊 中华民国政府 下一张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台南市政府 请你能够积极的 移除公共空间 具有威权殖民符号的统像 不是只有郑成功 你们去清查所有 威权符号的 不当的 而且不适宜放在公共空间的 如果你放在 严平均王池 这个不算了 我们尊重 好 停止办理郑成功中枢文化祭典 为什么 我刚有讲过 像这样子 我们尊重说 郑氏加持 对郑成功 把它当成 就是这样一个祖先 这样一个崇拜跟怀念 但是 它不能够代表 所有台湾 去诠释所有台湾的历史 的那个角度 不可以 所以呢 这个部分 请正式加持 自行举办 不要再动用市府的经费 或者是国家的预算 第三 推动与拟定 台南市族群主流化政策 我目前看到的 就是只有 每一年办演讲 对我们所有市政府的同仁 就这样 然后呢 我说的族群主流化政策 没关系 我们可以开会 请米委会 你可以来召开 或是从 请市长直接召开 我们看一下 我们针对整个台南市政府 我们各局处施 我们坐下来讨论 什么叫做族群主流化 然后族群主流化 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市政府的施政 有所作为 我们可以放在哪些地方 可以让大家看见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是否先建立这个平台 市长 可以吗 好 那就是民委会 这边要那个 好 接下来 中华民国政府 要全面检讨全国教科书 偏颇与霸权的议员时关 第二个 原住民历史正义 必须立法保障 给我们原住民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跟委员会 第三 积极修法 还给平谱族群原住民身份 实践蔡英文总统的转型正义 实践蔡英文总统的重要政见 好 以下 下面 下一张 好 所以我刚刚讲到 我们族群主流化 对于 创造一个多元文化 共存共荣的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台南市政府 要有积极作为 应该这个新闻是四月份 四月份 很高兴可以看到 我们的赖清德市长 上节目 然后去讲说 我们台南市政府 在今年呢 整个岁入岁出 剩余 没有负债了 都清产完毕了 而且还剩余14.5亿 哇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好 但是这一篇 这一篇新闻呢 同时间也让我半洗半忧啊 一则已洗 一则已忧 洗的是 我们台南市民 没有负债 忧的是 为什么会剩那么多钱 不仅还完了 还剩下钱 那 到底 是不是因为 就有人质疑市长你了吗 是不是你都没有什么建设 所以存了一堆钱嘛 或者是说你东砍西砍 然后把他砍到 是不是砍到我们原住民的钱啊 其实后来我想一想 也没有砍到我们的钱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钱根本都没有增加 没有什么增加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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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增加啊 没有增加 虽然没有砍 但是不代表说 就代表没有事 如果说你对于原住民族群的事物 对原住民族群 应该要有积极扶植 积极照顾 然后积极充分 让原住民的文化 语言 各方面的活动 积极能够充分发展的话 你其实应该是年年 都要增加经费才对啊 这个是我们的民族市委员会 100到105年 也就是我们第一届 我第一年开始当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了 我们民委会的预算 当开始的第一年 只有300万 市政府编列 只有300万 现实合并之后 好 不要讲 不要讲那个中央补助的 好市府就给就是344 然后呢 在我关心了之后 稍微增加了 101年变成726 之后第三年 1193 1000多了 然后之后就开始逐步下滑 现在变成今年的838 然后全部韩收支对列呢 第一年1800万 逐步增加之后 到了103年 就开始就下降 到现在的105年的 一千九百一十六 还没有超过两千 你们看得懂这个数字吗 主委你看得懂这个数字吗 我想议员也是针对我们这几年 针对原住民的业务 但就整体我们的预算 特别在原住民整个事务来讲 我们市府的预算 不是只有编800多 像今年还有两千多 所以我告诉你啊 主委我就跟你讲啦 你105年度 连社团的补助费 都拿不出来啊 你都拿不出来 然后结果数据显示 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下降 还有 还有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啦 市政府给我们每一年 只有不到一千万的经费 在做事情了 然后全部含那个 中央补助款 全部啦也都不到两千万啦 你知道这个两千万 你间其他的五都比的话 你看得下去吗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把其他五都的拿出来比较 你知道吗 我不敢列呢 我第一年有列哦 因为第一年嘛 可以讲嘛 下一第五年了 我不敢列其他五都的那个经费 我们的两千万是所有原住民的 不要讲客家 这是原住民业务哦 还不包含客家的 光是原住民的就只有两千万 不到两千万 你知道其他县是五都的 两千万是他们所有经费里面 其中一个项目的活动就两千万 要不要去看台北 新北 桃园 台中 高雄 他们整个市府 包含中央 中央补助款 全部是多少钱 好 我们没有原乡 所以没有造桥布露 扣掉那一个 也都比他们少啊 少得离谱啊 如果你不相信 明衡会主委 请你做功课 把其他五都列出来 列出来分析 告诉我们的市长 比较之后 问题在哪里 你去分析可以吗 我要求你 你去分析其他五都 包括我们台南市 总局六都 在整个预算编列 鼓舞一座 这个有关于整个预算分析 然后这个功课做了之后呢 请跟市长报告 然后去检讨一下 为什么 我们台南市政府 民主市委员会 原住民的预算 是这样子编的 你105就没有活动补助啦 问题出在哪里 你之前不会先做功课吗 不要再找借口了 数据就是会说话 我就跟你讲 两千万在其他县市里面 他就是其中一个活动项目的经费啦 你这样的预算 你敢跟我讲说 你的族群主流化可以做得好吗 你可以告诉我的原住民转型 有在这个政策里面 在经费里面显现出来吗 你没有钱 你怎么做活动 你没有钱 怎么去发展文化语言啊 怎么样发展深度的文化语言啊 下一张 上一张 所以我请赖市长 明委会 请你们全面的去检讨 从100年到现在105年 整体的预算 你们到底是怎么编的 没有超过两千万很离谱 所以我要求赖市长 你不要再给我说 明委会提那个50万 100万 这样子东药西药 很药的很辛苦 还给我砍掉 你就干脆嘛 你就直接在明委会 那边就给我们编两千万 就加这个两千万 你就给我们五千万嘛 我们市政府的预算 多少钱 八百多亿呢 给我们五千万 原住民很多吗 很多吗 所以我才说 你去把那个 其他五度的比例弄出来 你就知道了 甚至是那个组织 组织方面的人口比例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在组织方面的那个 服务比啦 那个之前我都有做过 做过功课的 我只是现在不想再拿出来了 好 下一张 上面一张 这是一个 下一张 好 我这边还要再问一下 我在去年 在前年 其实我就已经执行过 社会局长 社会局长 在您之前的 曹爱兰局长的时候 我就已经关心了 下一张 社会局每一年 公益彩券 盈余 公益彩券 盈余 大概是三年前 讲到现在 好 我们现在来比一比 新北 台北 桃园 台中 台南 高雄 这个是最新的资料 105年的第一季 看得到吗 我还把原住民的人数 人口比都弄出来了 台南市是占全台南市人口的 百分之零点四 原住民 然后我们的 税出预算 公益彩券有十亿 然后我们有公益彩券 什么收支管理办法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 审查委员会 好 收支办法里面 有没有针对原住民有特别的保障 没有 有没有 审查委员会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 好 那有没有原住民资料 资料 在我咨询之前 主委刚刚跟我讲说 好像有通过了 可是还没执行啊 有通过啊 有通过为什么 怎么这一季报表没有看到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零 没有 好 所以原民预算就是零 那你看一下新北市 他们有17亿的公益彩券银鱼 他们就是做有许多原住民福利的事情 占了842 今年都查不到 我是查去年的 104年的有842亿 842万 台北市呢 也都有做原住民相关福利 他们都有提出计划 甚至是很多 台北市就给了782 桃园市给了多少 1000万啊 台中市给800万 台南市没有 高雄市给了700多万 然后呢 这个占了 大概 这样的公益彩券银云占了 整体经费的 百分之0.3都 大概是百分之0.4 0.5 所以是非常微薄的 可是呢 有七八百万 有1000万 可以做原住民的社会福利 甚至是社团补助 会没有钱吗 你到底是没有去想公益彩券 可以怎么花 可以怎么用 可以怎么样实质照顾原住民 没有动脑筋 还是 社会局局长 你没有用心是吗 我之前提过了呢 对 他们增加六位的这个社工人员 专门要服务 而且这六位的社工人员 是原住民的人士 的确已经通过了 在公裁的部分 是通过了 报告议员是通过了 是 那那个我们请主委来回应 是 已经在聘请人员了 是 今年已经有了 是 我们来研议 不会 今年就算没有 今年还是有通过 还是有通过 是 谢谢古墓议员 那我们休息到10点30分 那给市长一分钟 好 那个感谢古墓议员 刚刚教科书的部分 我会请教育局 行文给康宣 同时也给教育部 充分反映你刚刚对原住民角度的看法 第二个呢 因为蔡英文的转型正义 就我了解也包括了原住民朋友的这部分 也就是历史的还原真相 然后这个文化的保护 同时呢 也未来权益的保障 那其中 我在历外院十几年 我看到原住民来呈情 或是原住民委员发言的内容 证件里面都有了 包括最重要的自主自觉 最后能够自治 同时呢 也给予原住民土地权 这部分都会做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真相调查委员会 那个只是一个程序 不是一个目标 目标是在这个九个 这个证件里面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预算的部分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检讨 然后会来宽略这个预算 我想我就 另外你刚误会了 那个14.6亿是去年度 140年度的绝算 不是台南市目前的财政状况 原先是欠了964亿嘛 我不是把964亿都还完了 而是去年当年度的绝算 剩下14.6亿 我想可能让你知道 那谢谢古墨议员 我们休息到10点30 继续市政总咨询 感谢古墨议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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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